老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我们数学系的元老,也是我们科大的元老,工生教授来给我们开设这个讲座,讲座的题目呢叫数学技术选讲,技术课训,技术课程选讲,那么工教授呢,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认识, 应该这么说,我能这么介绍吗?就是凡是在科大毕业的人,都应该说是工教授的学生,或者是建计的学生,因为从科大58年建校以来,当时这个化老,是我们数学系的系主任,也是我们科大的副校长,来负责筹建科大的数学系, 那么工教授作为化老的大弟子,那么就随着化老来到了科大,所以他是科大的当之无愧的元老,那么工教授在长期对我们科大,对我们数学系,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开启玩笑说,工教授从来没当过系主任,但是他是不是系主任的主任,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化老啊,因为化老当我们系主任,一直当到80年代,80年代初,所以在这一段漫长的过程中,那么化老当然也是一个大盲人, 实际上很多事情呢,是以工教授以及当时他的同事们,来负责这个数学系的这个建设和发展,那么所以说工教授对我们数学系的是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那么这个关于工教授的这个学问,说实话不是我能够介绍的, 当然我讲一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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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千人物 那么当时就开展了 在中学生中间的二名匹的竞赛 可能我不一定很准确 但是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以后 真正在中学生中间普及的开展数学竞赛 应该说那是最正统的 是最早先的 那么在那个过程中间 龚教授他们一帮同事们 出版了一些非常好的小书 我为什么提这个小书呢 不是说什么了不起的数学的专注 而这个小书对几代的中国的年轻人 尤其是数学爱好者 产生了巨大的遗产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找不到这本小书 在文革的时候 想方设法找到这本小册展 都用手把它抄下来 然后把上面的习题 老老实实地坐在这个练习本座 我昨天还在家里回忆 我觉得我当初真是没有远见 如果有远见 我把这些抄的东西留下来以后 现在也许是个文物 那么后来考上大学以后 觉得万事大吉了 向中学告别了 所以把那些东西全部扔掉了 那么所以就说明 那个时候 公教授他们对中国的数学教育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第二件小事呢 我曾经这个 有一次在北京去拜访过 孔先生的家里 正好可能无意中碰到 孔先生在整理自己的这个书房 我就发现他的查几张 就是说所堆的 他自己写的书 有中文的 有英文的 有专注 各种专注 有教科书 堆的有这么高 我当时就在感叹 我说我自探不如 那时候我读过的书 可能还没有他写过的书 所以说当时是很令我敬佩 那么第三点呢 这个我是这个 谈不上是公教授的学生 但是呢 深受这个公教授的人的影响 我记得在我 练大学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师生的关系非常融洽 不是说今天不融洽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学生少 所以我们一没事了 就喜欢往老师家窜 那么我记得是一个 非常炎热的夏天 那么我和另外一个同学 就跑到龚老师家里面 问他种种问题 这个龚老师很开心 就留我们在那聊天 实际上我估计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哪个叫成义 哪个叫别人 他也搞不清楚 知道这是我数学系的学生 那么聊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告辞了 他送我们走 就站在那个门厅里面 又接着聊 足足砍了一个小时 这就说明公教主 对我们年轻的学生 他是非常关心和热爱的 而且是非常平易计人的 那么今天这个 龚先生的这个讲座呢 说实话 是我们早有预谋 早有策划 我在做数学系主任的时候 我们当时对龚先生 关于数学的教育各个方面 那么就非常的关注 因为他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独特的见解 所以后来我们一帮年轻教师 就戳弄他 要写 实际上龚先生 他自己也愿意写 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对我们年轻的教师 年轻的学生 都有好处 我记得我曾经还 还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龚先生听进去 没听进去 我不知道 我说龚教师 你写了个专注啊 没几天能看得懂 你写个小册子 看懂能不知道多少 后来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下呢 龚教师写了一本 很薄很薄的小书 叫做话说微积分 那么我不知道这本书呢 现在还有没有卖 很便宜 三块多钱 我想三块多钱 现在食堂里 吃个最基本的饭 都吃不起 但是这本书 可是我们 在精神失良的一个无价至宝 那么后来呢 我们一再希望能够请 龚教师在学校里面 给学生 给我们年轻的教师 开一个讲座 这个国内的其他大学 也纷纷地 拉这个龚先生去讲座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数学界 有个非常著名的 华人数学家 叫陈许生先生 那今年大概九十多岁了 那么陈先生就是 一再要把龚教师 请到南开去 那么当然龚教师 也给他面子 这么大的数学家 对吧 所以在南开做了一讲 那么第二大华人 著名的数学家 是这个邱生龙先生 到过科大来过 所以邱先生 极力地向浙江大学推荐 说你们一定要把 龚生请到浙江大学来讲座 所以去年在非典之前 那么龚先生到了 这个浙江大学 在那里做了一场讲座 所以我就感到 这个特别不服气 那么同时也感到 这是我自己的责任 就是没有安排好 但是我觉得 这虽然是我的责任 但是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听众的福气 因为正好撞在这个当口 你们能够听到龚教师的这个演讲 那么这次演讲 一共分为五讲 我也和教授和数学系的老师商量了 那么我们也想了 就是对一些同学 如果你确实坚持听下来 我们愿意给你们记者学分 但是这门课和你们上的微积分 现行代数 理论力学 什么课都不一样 这门课我们希望是采取出主动学习的方式 龚先生不可能给你们批点作业 我们也不可能点名 你来了没来 我都不知道 我们靠的是你们的诚信 靠的是你们确实 对他所讲的内容感兴趣 那么你们就大胆地选 我想你们也不在乎一个学分 这一个学分对你整个大学的过程 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但是我想这一个学分 如果你坚持听下来 可能对你今后是受益无穷 这个我在龚先生面前喜欢乱放炮 所以耽误你几个大学 我觉得世界上 这个最糟糕的人 就是大事做不成小事也不做 也做不来 而这个大事做不来小事也不做 然后眼高手低 既没有眼光也没有本事 最窝囊的人 可能有些技巧 可能在局部能够做一些事情 但是缺少见识 我想最潇洒的人 只具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这种硬功夫 对吧 同时也有见识 也有这个欣赏水平 也有品味 也有格调 我觉得这样的人 可能是我们觉得活着最潇洒的 我想龚教授的报告 我虽然不知道强性是什么内容 但是我想呢 他不会对你做哪一道具体的题目有任何帮助 这个积分怎么急 怎么换言 我想我们可能讨论的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通过这个报告 有可能会提高你的品位 提高你对数学的建设能力 提高你的建设 我觉得这可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我们类似的课很忏悔的讲 在科大开的不多 假如我们进度能够把这些老先生 请到科大的讲台上来 多讲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那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先生正式来讲课 这个今天很多同学这个站的很难受 这个我也感到很抱歉 但是呢我们一定把它录下来 同时呢网上也可以看 同时我们在欢迎龚教授以后 还会来回到学校 还会给我们的同学继续开始讲课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下面我们就请龚教授给我们开始讲课 刚才陈校长讲了这番话 他站着讲我坐在那 实际上我坐得比站着还难受 坐立不安讲的 我是不过是个教书将 教了一辈子书 也没有什么太大成就 这个最近经常讲的这句话 我说我这辈子实在没什么学问 当然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这句话 这个我觉得我这是心里话 我很喜欢教书 譬如我今天看到有那么多的年轻人 来听这个课 我正在非常非常高兴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是必然的规律 这个我现在已经 应该说 不是说了什么一点呢 就是年遇古稀 还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多久 可是我个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的 中国的数学的队伍 和中国或者是科学技术的队伍 要在不断的发展 那么我想今天我心里非常感动的 有那么多的学生 没有个椅子 还站在那儿听我这个讲课 那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想这就是科大 我只能 只能想 想了一想句 我想只能用这句话来讲 这就是科大 刚才程校大也讲了 确实是这样 就是程景峰先生 让我到南开大学去讲 讲一讲这个维基峰 当然我是受从如今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奖数学 一个是沃尔夫奖 一个是菲尔茨奖 程景峰先生得了沃尔夫奖的 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他这么看得起我 叫我去讲维基峰 我想南开大学 能将维基峰找个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都找得出来 他叫我去讲 这原因就是因为 我对维基峰的很多看法 都到了程景峰先生的赞赏 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 所以呢 他让我去讲一讲 那么我想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 他也年岁大了 他九十多岁了 他尽管到后来 也跟南开讲了讲维基峰 可是要他跨很多经历来讲 维基峰不太可能了 那我尽管七十多岁 跟他一比 我是小伙子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让我去等于宣传他的主张 对 程景峰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数学家 嗯 我在南开 他本来要说好讲二十个学识 后来因为我要开刀 只讲了十六个学识 我再跟程景峰道歉 我说我没有完成任务 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我讲了十六个学识的过程中间 程景峰先生请我和我的太太 到他家里去吃饭 这个聊天 聊天嘛 主要是聊数学 这绝对是这样的 这个是 这个可能 这个程景峰是大数学家 见了面 有些可能聊天 就是聊东家长西家短 像这种更大数学家聊天 就是聊数学 那么他对维基峰的一些看法 实际上应该说 对我教育非常支持 因为大家中就是大家 你们听听大家的讲话 跟小里小气的人讲话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譬如他反复讲的这句话 他说维基峰里头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外语分形式 Exterior Defensual Fall 譬如他反复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一元维基峰跟多元维基峰的根本差别 是在于多元维基峰有外语分形式 那么这个种观点 我想目前至少吧 相当长时机里 国内很多人不接受 我刚才程庄兰讲的 我半年就到科大来了 怎么来的呢 因为刚才程庄兰讲到了 华老到这儿来当副校长 当系主任 他这么个大数学家 怎么能管具体的事呢 那我叫我当这个小吹本 哎你工程你去干干什么 那我就赶快去跑 跑腿打扎去干这个事 他当时呢还带了一个人 还有一个就是王源 王源带来干什么呢 替他做辅导改系体本 那么后来我的科大教书来了以后 当然也都叫点书啊 对啊 除了跑腿打扎以外 那个是年轻啊 跑得动啊 腿也利索 不像现在跑不动了 那跑得动啊 那还得叫叫书 叫叫书叫了书 叫了比较多的是维基峰 叫来叫去 后来我就觉得 又产生了一些想法 后来我写了一本书 叫做简明维基峰 这本书现在这个科大出版社 也能卖的 这个书是我66年写的 那个书的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用外风行词来讲 维基峰 66年 但那个书出来了以后啊 不是得到了一篇赞扬 是得到了一篇挨骂 就是 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 国内教委屈的老师 知道外风行识的人 不是很多 至少 到底多少我不敢说 那我对这个东西不知道 我最好的办法 就是他不行 对不对 最好办法 所以 可是这个66年 可是这个教材很好 在科大一直用 一直用到现在 现在就要出第四版了 第四版的序言 是吴文静先生写的 因为吴文静先生非常欣赏我这本书 吴文静知道吧 大家 知道 知道 这是他写的 那么 当时我66年写这本教材的时候 我曾经写过一批小文章 登在这个自然变成发通信上面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说实在 韦清文的教科书是都如牛毛 你到随便书都愿意去找 都可以找到张三恩写的 李氏写的 什么人都可以写韦清文 好像以为懂了韦清文就可以写 刀绰多诗 那么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还要写一本《韦清文》 我总觉得应该有自己的想法 你写一本书 如果老是去巴比伦的书 你的内容排列组合 这个人家放在第一阶楼 把它写成第二阶 人家第三阶楼不能第二阶 这种书 没什么意思 至少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当初写了一个 神经党那个是最主要的思想 就是用外语分形式来讲维穷 这种66年的事情 但是确实是那个是非常孤雷 没人支持这个事情 但是过了40年了 后来特别是陈颖文先生回过来以后 那他跟我不一样 我说话没人猜 我小巴拉屎 谁猜我 那陈颖文说了 刚才我讲的这些话 维穷的最要紧是外语分形式 医院维穷 多元维穷的根本差别 是在于多元维穷有外语分 那他讲的话 一句定一万句的 跟我比的话 马上就完全 作用也不一样 而且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实在的发展 很多后来改革开放了 到国外去一看 哦原来如此 外语分形式 实际上是非常普通的东西 不是什么珍惜动物 不是保护动物 什么快要救命的动物 大家都知道了 非常普通的东西 所以你现在看写维穷的书 只要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 需要出的语分 大概多采用我66年写的那种写的 这个 那这就很好了 那么陈景城 所以叫我去呢 讲了一段 后来呢 去年我刚才陈上班讲的 就是在 在那个浙大 青春同行办了一个所 那个所非常漂亮的所 我的工作期间呢 也就讲了讲这个 这个 又讲了一遍 讲了一遍以后呢 本来 接下来我是要到香港去开会的 后来呢 去年大家都知道 好非典了 非典说香港不能去 那好 然后回北京 说北京也不能去 到处都是非典 你还是老是带来杭州吧 那杭州当然好 有什么不好呢 西湖漂亮的很 图书馆又关门 又搞非典了以后 说后来讲了 我讲了 这个学识以后 又不让我讲了 不让我讲的原因 不是我讲的不好 至少主要原因 不是这个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非典 说你一堂讲课 几百个人到那儿听 然后在江湖感染非典 除了非典就不得了 你不要再讲了 关门就是 所以那我干什么呢 我就把我那个 在南开的讲课 因为南开讲课 他又把我楼下楼了 我把要南开的讲课 楼下楼了 然后我在杭州的讲课 把它整理一下 写了一本小书 这本小书叫韦清风五讲 这本韦清风五讲 实际上是 刚才陈孝长提到的 话说韦清风的一个扩充 因为确实讲 那个话说韦清风 刚才就是陈孝长说的 那是他的系主任 他给我任务 叫我讲讲在系里 那我就讲了 开始我讲这个 讲做一个演讲呢 只是讲 想讲讲 66年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 我以为没什么要紧 我所讲的东西 大概都不会有人家有兴趣 可是后来实际上 确实是不是这样的回事 至少我们数学系的 大多数教师 没听我讲过 这当然我的罪过 这说明我平时 在数学系里讲的太少了 后来至少成效 非常支持 非常有兴趣 叫我写出来 我遵命 一个礼拜 把写好 写好了 现在这本小书 三块多钱 刚才他讲的 每个普通菜 还比这个贵的 所以现在科大出版 他不知道有没有 有的话 可以大家拿来看看 但是我现在 韦清风的五讲 就在那个基础上面 发展起来的 就是讲的比较 更多一些 更完整一点 这个书呢 是在科学策板上出 但是我问编辑 你什么的出啊 争取六份出吧 那谁知道他哪一天出 反正这个书 我已经给他了 所以将来我 现在我今天讲的 讲稿的大纲 就这个韦清风五讲的 这个大纲 那我这个课呢 叫做数学基础课的 选讲 我想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刚才程耀曼讲的 如果我讲个专业 大概听的人 没多少人 就不会有人站得挺 这绝对不会 那么 我们科大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秀传统 这个优秀传统是无论乎都不能丢的 比什么都要紧的 就是我们科大重视基础课的训练 这是我们科大的特色 有人看不起基础课 这有什么 维修能课 谁都能教育 这有什么 这大错特错 说这个话的人 本身就是不懂 或者是不懂教育 至少可以说他 最严重的就是说他不懂数学 可以这样 其实一个大学生 你仔细想想 你到大学里来学什么 主要的学的是基础 专业很好听 可以说的非常是天花乱 犯罪 什么什么用某东西画一大堆 说的人家都听不懂 你这个专业是要干什么的 这非常好 可以起个什么作用呢 可以起个唬人的作用 把人家瞎胡说 科技大真了不起 你看他的专业什么 这是尖端尖的不得了的一大堆 专业当然重要 绝对重要 但你现在回想一下 58年我来科大是那些专业 现在还有几个专业 科大还得接着办 没有 有些已经没有了 有些还接着办 可是又有多少新的专业产生了 58年的时候是没有了 就说明这个专业本身 是这不断变化的 而基础课 比如像梅琪峰 这课永远不会变 你一直要念下去 当然梅琪峰的这个教学的内容 66年是现在的内容 跟现在内容可能有些变化 但这个变化绝对没有专业来的大 如果我们科大的学生把基础课学好 基本上就算行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基础课学不好 你专业要学好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导过来说 我技术学好了 即使我专业没有学好 我也很难 我也很快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专业可以学好 那么由于专业的不断的变化 我以前学的这个专业 过了一阵 现在这个专业不死毛了 化了新的了 但是由于我的技术好 我可以很快把它接上去 如果技术不好 我就接不上去了 就很难就转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科大 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传统 而且以前的好多传统 像华老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 都到这儿来讲技术课 当然现在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要重视技术课这个传统 要永远保持下去 科大已经办了四十多年 我也教过很多学生 我在国外碰到了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 大概对科大印象最深最深的 大概就是说 我们在科大真正得到一个处理 最大的处理几个事情 一个是数学学的好 当然我很光彩 第二个是我物理学的很好 这个我也很高兴 为什么呢 物理要用很多数学 第三个事情呢 我我也学的很好 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其他的也很好 但是呢 因为这三门课程 对于他到来适应国外的学习 适应到这个专业 对他非常有用 为什么这都是基础 所以我今天要选这个 讲这个内容 讲这个基础课 叫数学基础课选拣 就这个意思 我的课的目的 就是程庄刚才讲了 我不是来跟你们讲一条定理 这条定理叫怎么样 怎么那条定理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正的 或者让大家做这个一个什么样的 歇题 都不是这个意思 我讲的内容 是主要的思想 这么个思想 就是一个基础课 基础课的内容 一般来说都是时代比较久 对不对 基础课维基峰是1667年的内容 距离现在三百多年 你可以把牛登那个书拿出来看看 但是现在谁也不会把牛登书拿了一张教材 这个当然有人可以吹牛逼 说我知道的数学比牛登还多 牛登大数学家 所以我比他还要大的数学家 当然可以这样讲 对那么对这种人的办法呢 就进行把他送到这个精神病院去拉倒 拉倒 就说明他跟我们狗屁不通的人 但是呢 但是到了现在 这个数学发展的那么样子的快 那么我们有念完了 譬如说我这个课维基峰 或者我这个现行代数 念完了 好不好 懂了没有 懂了也很好 但是更要紧更要紧的 是要在念过这个课的基础上面 再更上一层 什么要再更上一层 要真正掌握他的本质 怎么能掌握他的本质呢 就是要用现代数学的观点 来重新损失和认识这个基础 我想这是教学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教学改革讲了天花内罪 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政治名词 我想都没什么用处 真正的如果能够把一些近代数学的观点 来重新损失这个基础科的教学 就是使得内容 是还是古典的 但是表达的方式 是完全是近代 完全占了一个近代数学的高度 来看这些基础科的话 那将来就 你对这个基础科的认识是完全站在不同的层次上 这个就是我要讲课的主要的思想 我写过 我一辈子写的教科书很少 当然陈校长说了 我可能写的书算比较多的人 当然我教科书写的很少 一辈子写过两本教科书 一本就是解明为其分 一本就是叫解明复分析 对 就一共写过这两本书 为什么呢 就是写教科书实际上要比写专注难得多 专注我把我自己研究工作写了 我出版了 这个中文版英文版 我也出了好多 人家看不懂跟我没关系 这说明你水平不够 跟我没关系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本来就是专注嘛 你也看不懂关我什么事啊 但是你在教科书 你说我这个书写给大学生看的 那大学生念不懂 那我罪该乱死 对不对 那什么叫教科书呢 你写到人家看不懂什么叫教科书呢 但是你要写这个教科书 如果你是抄书 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写书的做法 剪刀加江户 就是排列组合 把人家的第一阶变成我的第二阶 第二阶变成第三阶 那书书好写 我一年可以写好多本 但这有什么意义 而可惜的是现在相当多的书都写出于这类的书 而要写成不是这样的书 要费很大的力气 就是费很大的功夫来写 但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书 只写了两本的原因 教科书 而且我曾经写过篇文章 我就讲 写教科书是如何落得困难 讲了八条 现在有人跟我开玩笑 这是公八条 公正讲的这八条 当然我今天不在这个地方讲了 但是 这个事情总是这样的 譬如我写的 简面文气风 要出英文版 各位要出英文版 当然是我没有功夫 把它翻成英文 没有错 我写的简面乎风气 也出了英文版 这个是我出了 这是我画功夫写的 但这本书 譬如说 现在在UCLA到作为教材 UCLA知道了 我很得意 为什么我很得意呢 倒不是说我 我不是说没得国外出版 这个外文版的书 我出过好几个外文版的书 倒都是专注的 但是我仔细想想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念书 从初中开始念书 念的书 譬如说 念的平命几何 那个时候叫3S平命几何 这个书现在你古董了 早都找不到了 但是我很有幸的是 这本书是三个外国人 他的姓 开始打的都是S 叫什么 这S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这叫做3S 然后把这个书翻译成为中文 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小孩子念 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呢 叫饭是大的爱书 对吧 这个书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饭是这样的发音 这个人写的 也是翻读了 也是翻读了 让中国孩子念 后来大学里更不要说了 很多书 我在我这个上海 解放前的上海念书的 更是全套都 国外的书 到了我现在老了 我写了一本中文版的书 现在可以翻成外文 让外国的小孩子来念 我中国人的写的书 我非常的自豪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我想我的书 所以能够为像UCLA这样的名牌大学 用来作为教材 就他认为我的书写得好 不客气的话 如果不好 他干嘛用我这个书呢 那么我是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写 很大的功夫的写的原因 怎么写法呢 江山古 这是刚才我讲的 譬如福峰系列 一些最主要的 一些古典的定义 还是古典的定义 但是全部用现在语言来讲 所以现在的那个 国外的年轻人都非常容易接受 这个语言上非常容易接受 但是像这样的书 在国内现在很难接受 很难接受 大概中国只有三个学校用 一个是科大 一个是南京大学 一个是北师大 除了哪个学校都不用 那么有的人还跟我这样讲 说你这个书是阳城白靴 所以不用 不用就不用 我也无所谓 那我想起以前66年 一些伟疾风的时候 也被大家说冷落一样 但我相信过了多少年 希望不要再过40年 但是我想我活的时候 我也看不见了 我这种讲法会大家能够接受 总有一天会这样 为什么这倒不是我怎么样 这是数学发展的潮流 那么好了 我就这个又讲远了 就是说我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讲的这个主要思想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要用现代的数学的观点 来重新来看待 这么一本非常古典的一些基础课 基础课里头最要紧的 对于数学基础课来讲 最主要的是两门课 一门是伟疾风 还有一门什么 心理代数 所以今这一次 我就讲伟疾风 下一次我希望你讲信息代数 那么看我下一次信息代数 还有多少人来听啊 此一来无 这个委经文讲的好不好 但我讲的不好 就没人来听了 对 这个如果讲的好的话呢 可能还会有些人来听 所以这个五个礼拜 我就主要讲伟疾风 好不好 就是来跟大家复习一下伟疾风 就是站在比较 这个比较近代数学 比较高的观点 来认识伟疾风 就使得你们回过头来看看 我学过的伟疾风的话呢 可能产生一些 这边认识上的不同 因为很多人像伟疾风 还有你讲 我都知道啊 X平方导数等于2X 对不对 2X的疾风等于X平方 还有你讲吗 这是不是伟疾风 是伟疾风 能说X平方导数是2X 不是伟疾风 是伟疾风 但这不是伟疾风的主要的东西 这绝对不是 是但是不是主要的 我想我现在讲的 我是认为伟疾风里最主要的东西 就像陈颖人讲 先生讲的 这个伟疾风的最要紧是外分型 是医院伟疾风和对院伟疾风的根文差别 是对院伟疾风和外分 那我现在等于来解释 陈颖生先生 为什么会说这些话 我来跟他做注解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课是这样 那好了 我现在呢 我想我要因为来讲数据了 那么 我看了你们站了 我都不好意思做 但是我现在要讲了 我要用这个东西呢 我好 最好请求大家能够允许不允许 让我最后来讲 看不清楚吧 太小了 调一下 你跟我调一下 调一下清水 我要这个 这个五个礼拜讲的 这个没落 就是要讲这些内容 对 所以呢 今天呢 我首先来讲这个第一个内容 第一讲吧 就是说回顾中学的数学 很多进高科大学离来以前 当然都 经过了六年的小学 又念了六年的中学 我想不难 不能是在小学也好 中学也好 这个数学课历来是个重头课 我想你蒙京大学以前 为了念这个数学课 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 那么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到底这个 这个我们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这个在中学和小学里头 到底学到了哪些内容 我们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我想呢 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是第一节 就是百年前的演讲讲演 这个第一个回顾中学数学 第二个百年前的演讲 为什么要讲这个百年前的演讲呢 因为今天 今年是2004年 2004年是21世纪的刚刚开始四年 那么二十世纪呢 已经过去了 这个二十世纪实际上 从人类历史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世界 因为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么就从数学来讲 它都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你去看看四九世纪的数学 跟二十世纪的数学 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想要 我也不是来总结 这个二十世纪到底有哪些伟大的成就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当二十世纪快要来临的时候 在1900年的8月5号 就是距离现在104年了吧 1900年的8月5号 那个很著名的法国数学家 叫David Hilbert 听说过吧 很多人都听说过Hilbert 这个人 在大名鼎鼎的 在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呢 做了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呢 它的题目就叫做数学问题 这个演讲是非常著名的演讲 就是载入历史史册的这个一个演讲 他这个演讲并不差 如果同学们有兴趣呢 可以看看他的原文 大数学要讲的就是北洋 要看就是要看原文 就是他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那么他的演讲的前沿和技术语语 对于数学的意义 对于数学的意义 原前发展的过程和研究方法等等 都受了非常深刻的意见 他作为一个大数学家 而他这个演讲的主体 是根据他对19世纪数学的理解 19世纪数学研究的成果和发展的趋势 提出了所谓著名的23个问题 对吧 这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这23个问题呢 是涉及到了现代数学的大部分的数学的领域 这是他的1900年的8月5号的演讲里头提出来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呢 这个是1897年才成立的 在苏利市成立的 那么1900年呢 是他的第二次大会 那么以后呢 就每四年举行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中间呢 是断掉了几年 断掉了十六年吧 大概 后来一直在举行下去 去年大概是第二次世界 在我们北京举行的 这是第一次在第三世界举行的数学大会 这个Hilbert在 那次会议1900年8月5号 那个Hilbert演讲 那个主持会的人呢 是安雷·巴尔嘎雷 听说过吧 也听说过 巴尔嘎雷是大数学家 对不对 那么Hilbert当初提出这个23个问题 这个可以说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 这个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些问题呢 一直激发到这个数学家的浓厚的研究兴趣 到现在进入21世纪了 那也可以说 这些问题呢 有一半已经解决 或者基本解决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呢 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没有最后解决的 譬如说 大家都知道的 譬如像黎曼猜想 这知道吧 黎曼猜想什么 知道吧 数人里头的问题 就黎曼猜想的凭点 只在二分之一这根线上面 还有个大家都知道 譬如像古德巴哈猜想 资金也没猜 古德巴哈猜想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在1900年 就在104年以前 Hilbert提出的这23个问题 那现在100年已经过去了 那么当然有不少评论 我想很多人 可能是大多数的人认为 这Hilbert当初提出 这23个问题呢 对推动20世纪的 这个数学家的 数学的发展呢 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也有说 它有些不足的地方 譬如说 这23个问题里头 并没有包括 突破学的问题 并没有包括 微风几何学的问题 而像突破学 微风几何这些领域呢 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这大家都知道 那么还有批评他的呢 就是说除了数学 他提了一些数学物理的问题以外呢 很少涉及到应用数学的问题 那么当然他更没有想到 20世纪由于电脑的发展 以及他对数学的重大影响 这个 也就是说 Hilbert的提出 23个问题 对于20世纪的数学的发展 起了极大的影响 但是实际上的发展 是远远超过了他 当时提出的这个问题 那么 我想也不要苛求他 你要1900 希望Hilbert知道 说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 我们又发明了电子机 三级现在有Email 我想这个实在是 这个是苛求人家 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想很多人都会 没想到的事情 那么Hilbert无论如何 大家都知道 是19世纪和20世纪 数学交界线上 最伟大的三个数学家 另外两个伟大的数学家 一个是安利本格雷 还有一个就是Flex Klein Klein听说过吧 Klein听说过 他们三个人是不得了的 这是标志性的 三个大数学家 那么他们的数学思想 和对数学的贡献 既反射了19世纪 数学的光辉 也照耀了20世纪 数学前进的道路 可以这样讲 那么像Hilbert 当时在1900年 做这样伟大的演讲 他要来指导 一个世纪的数学发展的演讲 可是那个时候的Hilbert 多大年纪呢 你们知道吗 16岁还是70岁 或者80岁 还是满头白发 鼓勒拐杠上来的人 他当时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是38岁 所以我特别要提出这一点来 特别要提出这一点来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都是年轻人 都很有希望 现在你们都还没到38岁吧 我想只要你们努力 Hilbert能够到38岁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 我说20世纪的数学应该怎么能够发展 也许你们到了38岁的时候也有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呢 世界人为嘛 所以像我这种人没希望 因为我38岁早就过去了 我38岁的时候挂在牛棚里头 文化大革命 根本就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所以我想 我们中国人不要妄知肺博 尤其是我们科大的学生 科大的学生 有人说有点傲气 傲气有什么不好呢 傲气 科大就是应该有点傲气 我就是比人家好 年轻人就要有这种心情 那才有可能做一些大事业 最可怕是年轻人胸无大志 想的是我怎么多挣两个钱 过的什么日子好一点 或者我怎么能混个毕业就拉倒了 那另外一码事 不说了 但是我想科大的学生能进科大 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 而现在应该说整个的社会也好 科大的条件也好 为你们创造了成为大数学家的可能性 成为大科学家的可能性 观念是自己 如果自己要不想怎么干 那谁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特别讲一讲这个地方 黑尔伯特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不是83岁 而是38岁 那么黑尔伯特在1900年做这个演讲 是这个一个二十世纪开始 将要开始的时候 做了这么一个演讲 那么现在应该说21世纪 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 那么重新去翻开他一百多年前的演讲 你就发现 因为他是大数学家 他在那一百多年前的演讲里头的一些内容 今天来看 仍然是用 一样可以用 比如说他讲了 我们当中有谁不想 激开未来的回目 看看今后的世纪里 我们这门科学泛滥的前进 和奥米尼 我们下一代的主要数学思潮 将追求什么样的特殊目标 而在广阔而丰富的数学思想领域 新世纪将会带来我们什么新的方法和成果 他接着说 历史教导我们科学的发展具有连锁性 我们知道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 这些问题后来或者都已解决 或者因无数被业而被抛到一边 并带自己新的问题 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 不仅促使我们追溯过去 而且把我们的思想迎向了未知的将来 这个话一模一样 他说四九世纪过去了 二十世纪该怎么怎么样 这个话现在完全可以套用了 二十世纪过去了 二十一世纪怎么样 一样可以用 二十世纪无疑是个非常数学伟大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肯定要更加的辉煌 每个时代都有他的 就是黑伯特讲的 都有他自己的问题 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 黑伯特提出了 他认为这个世纪 认为是在那个世纪 就是二十世纪的那二十三个问题 他认为这是重要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对二十世纪数学发展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二十世纪的数学的成就 远远超出了他提出的问题 那么每个世纪都有他自己的问题 那么二十一世纪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没有现在另外一个黑伯特再来提出来 说我提出 黑伯特在1900年提出23个问题 我到2000年提出46个问题 这是二十一世纪大家要做的呢 当然应该说也有些数学家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 也提了一些问题 但是呢 可以说人在见人自在见知 也没有一个人说他提出的问题 为大家多说 其实他提的就是大家应该去努力的 没有这样的人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不可能产生像黑伯特这样的伟大的数学家 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在数学实在是太多了 门类太多 方向太多太多了 那么 这个对23个 黑伯特的23个问题 我不在这儿介绍了 因为这一讲 我这五个礼拜全讲 讲他不是另外门客 但是我想呢 可能 这个一百年前 黑伯特的这个演讲里头 还有一些见解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一百年过去了 重新读他的演讲 仍然得到很多的启发 那么即使是这样 他这么短的一篇的演讲 我要把他这个演讲里头 每一句都要来加以发挥 那也不可能 那我只能在中间挑一段话 来讲讲我对数学的认识 从17世纪60年代 这个牛顿南米兹 发明了维基分以后 数学有很大的发展 这个分支呢 越来越多 开始时候呢 一些大数学家 对各个分支都懂 而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到后来 数学的分支是越分越细 全面懂得各个分支的数学家 越来越少 到19世纪末 黑伯特做演讲的时 已经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也可以这样讲 有人曾经讲过 这个最后一个懂 所有数学书都懂的 这个数学家 是Him Wyle 听说过这个人吧 W-E-Y-Y-L Him Wyle 这是最后一个 这个基本上多懂的数学家 他是没有了 没有一个数学家敢说 我现在对数学多懂 所以多懂的意思指 他主要的部分多懂 现在大概没有一个人敢 说这个话 因为如果有人说这个话 那大家都会公认他 这个人在吹牛 因为不存在 不存在哪有这样的人 那么所以Hilbert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他已经预计到了这一点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 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扩展 单个的研究者想要了解 这些知识的所有部门 岂不是变得不可能了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指出 下面这段话 就是我作为 这个第一讲里头 主要的一个主题的一段话 他说 数学中的每一步真正的进展 都与更有力的工具 和更简单的方法的发现 那些联系统 这些工具和方法 同时会有助于理解已有的知识 并把成就的复杂的东西 抛到一边 数学科学发展的这种特点 是根深蒂固的 这也是Hilbert在1900年 讲的那一段话 这段话我再把它重复一点 他说 数学中每一步真正的进展 要真正的进展 不是很重要的进展 就是非常关键的进展 多于更有力的工具 和更简单的方法的发现 那些联系统 这些工具和方法 同时会有助于理解已有的理论 就由于这个新的方法 和工具的发现 我回过头来看以前的理论 可以更深刻的来理解 以前的那些理论 而且也可以把那些 以前已经成就了的 已经有非常复杂的东西 就可以弄掉了 那么他说 数学科学发展的这种特点 是更生蒂固 他还说 因此对于个别的数学工作者来说 只有掌握了这些有力的工具 和简单的方法 他就有可能在数学的各个分支中 比其他科学更容易的找到前进道路 这个话 他说他一百多年以前讲的 一百多年以后 现在数学发展的更加的广阔和深入 分支越来越多 现在从数学来讲 大概有六四个二级学科 有四百多个三级学科 那么更是不得了了 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掌握 不要说是六四个二级学科 我能够懂了 懂六个学科 二级学科都不容易了 一般来说一个数学家 往往只能 只能懂一个两个 二级学科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不大可能懂那么多了 所以希伯特这句话 到现在更显得重要 那么希伯特这段话 实际上就是讲的是数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哦好 他叫我休息一下 好的 那么所以希伯特这段话 实际上也是讲的数学发展的历史 这个数学本身的发展的过程 就是一个推成出新 吐骨拉心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从新的 有力的工具 和更简单的方法的发现 和一些成就的复杂的东西 被抛弃的过程 或者可以用更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用高阶的数学来替代 低阶的数学的一个过程 而且说数学科学发展的这种特点 是更生帝国的 那么希伯特这事实上在数学的历史中间 一些新的有力的工具 和更简单的方法的发现 往往标志着一个新的 一个或者多个数学分支的产生 和一些老的分支的赛弱 甚至于结束 这个数学也是这样 有它的生长发展和死亡的过程 有一些数学以前很热闹的 后来没有了 这个有一些数学以前不能闹的 后来变得很热闹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念大学的时候 大学二年就念三高 所谓叫三高 高等微积分 高等几何和高等代数 现在没有三高了 因为微积分还在 就是变成普通的微积分了 高等代数实际上是 现在的相当于现形代数 但是高等几何现在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 因为这个学科后来慢慢塞入了 不重要 那么比如再举个例子来讲 至少在20世纪 一直到50年代 突破学一直是被人冷落 因为它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 但到了后来50年代以后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 有了很大的发展 成了数学里头一个主要 所以任何的一个 这个数学也跟人一样 有一个生长发展 这个腮扰 甚至于死亡的果子 那么你看每一个时代 都有它的数学的所谓主流 今天这段时间可能这个是主流 可能过了一段 它已经衰落了 它就不成为主流了 就另外一个学科来体代它 成为一个主流 那我当然也不来讲整个的这个数学的 现在这个各个时期 什么是打个主流 不是这个都不去 不可能去讲的了 我今天要来讲的 就是用Hilbert刚才说的那句话 来回顾一下 我们从小小学开始 学到小学的数学和中学的数学 一直到现在我们念的大学的数学 那么实际上人们在一生的学习数学的过程中间 就是用高级数学来体代低级数学的一个过程 你学了高级数学 低级的数学 低级的意思 我都是打引号的 就像比较粗冷的数学 就被淘汰掉了 我就可以不要它了 所以我们现在从Hilbert这段话 来回顾一下我们学过的中学的小学 甚至中小学的数学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算数和代数 我们这个人类人类有数的概念 大概跟人类开始会用火一样久远 差不多有30万年了 数数目之一二三四 但是有文字记载的数字呢 是公元前3400年以前才出现的 那么至于数字的市值用算 那就是更晚了 在我们国家有记录的 这个书 数学的书 最老的一本书 可以说最重要的一本书 叫做九章算数 这大家可能也听见过 这个呢是从先秦到西汉中业的 总部学者 不断的修改 不断的补充 就集体创造的一本书 大概这个书的完成了 大概最迟在公元一世纪 一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书了 那这本书在我们中国数学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因为它总结了那一段时间的中国数学的成就 古代的 这是一个问题极形式的一本书 这个书里一共有246个题目 他这个书是吹个题目 然后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解 这那个题目 这怎么怎么解 一共有246个题目 这246个题目分成为九个章 九个章 chapter 九个chapter 所以呢 所以叫九章算数 九章算数 但这个书里的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了四则运算 比例的算法 引不拙 减三次 二次三次的连练方程 代数方程组 正数 负数 开方 以及计算一些几何的图形的面积体积等等 都有 这个246个问题里头 面积就非常之宽 那么在西方呢 也或是或早出现过这样的书 那么应该说我们小学现代的 我就说现代 不是一个世纪的一世纪的时候 就是说现代我们小学生学的算数 大概都包括在九章算数内容之内 那也就是说这句话同等来讲的一句话 就我们小孩子现在学的那个数学 是2000年以前的数学 对吧 因为它是公元一世纪已经就有了的 而且公元一世纪有的数学 比我们小孩子小学里的学的数学的内容还要多 应该说还要多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再反过来这句话来讲 就是说九章算数的形成 是经过了几千年 慢慢把它弄明白的那些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很小的小孩子 画几年都可以学会了 对吧 这就是说明人类的进步 人类的聪明 那么对于算数来讲 它的真正的进展 就是黑伯特说的所谓真正的进展 更有类的工具和更简单的方法的发现 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算数 后来九章算数也好 西方当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也或多或少的也建立起相当于 这个现在我们小学里学的算数的那种内容 也就是 这我就不去历史上做考证了 这个啊 去去说什么哪一哪一年 什么什么人 做了个什么什么事情 我想这个都不重要 这对我们的都不重要 我只是强调说 这些东西是有几千年以前就有了 而且这个方法引用了几千年 那么一直后来 这个算对于算数这些内容来讲 它的真正的进展 和更有类的工具的发现是什么呢 这个工具和方法就是数字符号化 数字符号化 就是以前的都是一二三四 这个一些具体的数字 后来呢 用国外来讲的话呢 就是用ABCD来替代这个数字 在中国的话呢 这个时期所谓数字符号化 这个由于数字符号化了 就产生了一个一门课叫做代数 对吧 代数就是用ABCDXY来表示的 那么在中国的话呢 大概是宋元时代 宋朝元朝 也就是说公元十三世纪的五六四年代 那么当时的这个一些著作中间 有所谓叫做天元熟四元熟 等等 也就是说我把一个未知数 中国人呢 把这个未知数叫做天 天就是表示个未知数 一个未知数 那么 它最多是可以用四个未知数 哪四个未知数呢 就是天地人物 就四个 中国就相当于现在的XYCW 就相当于这样 这个事情是中国的宋元时代的事情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有算数了 一直到了所谓的真正的进展 和更有力的工具 产生数学符号化 是经历了多少时间呢 到了13世纪才有 是经历了1200年 现在好像很容易 我一个小学生 学了这个算术 加点乘数的 什么做点算术题 没有到后来进了初中了 有XY了 就一下就跨过去 但是人类从数目字 做算术的那些数目字 发展到 我可以用这个符号来替代它 是经历了1200年 是个非常非常蛮长的过程 对吧 一个人活得长 最长也可 100岁了不起了 他是1200年 现在看起来很容易 这不是很容易吧 你一个数目字一代就行了 这事项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产生这个思想 是经历了1200年的过程 那么在西方 彻底完成这个数字符号化 是16世纪的事情 比我们还要晚 而所谓数字符号化 产生的这门数学 叫做代数 就是现在我们中学理学的代数的课程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解一元二次方程的解 对吧 一元二次方程 x平方 x平方加bx加c等于0 怎么来解这个方程 对不对 还有什么内容呢 还有这个连年方程组 有xy两元的ax加by等于c 什么然后再一个什么dx加ey等于f 然后我怎么解解这个xy等等 那么所以现在就从我们小学的学的那个算数到中学里头学的这个代数 这个代数确确确实是是算数的一个真正的进展和更有类的工具 那么算数这个字 这个课叫做算数 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计算的技术和方法 计算的技术方法 所以叫做算数 或者呢也许是受了我们古代的那个九章算数这个名字的影响 所以小学里的数学叫做算数 人类从这个算数走向代数是经历了一千多年 但是现在我们在中学里头学这个代数的扣程 也就是几年吧 也是差不多 是吧 三四年也就全学完了 这就是人类的进步 非常进步的东西 那么 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数字 这个代数这个字可以这么样子来理解它 为什么这个用这个符号 数字符号化来替代这个数目字这门课 比如现在我们中学里学的这课叫做代数呢 实际上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就是我用符号来代替了数字 所以叫代数 把数字带下去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很好 起得很好 这个 这个 再讲个笑话 就是 这个 康熙皇帝 看过这个电视剧吧 康熙皇朝什么什么 康熙皇帝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他还是走了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 对 他还是引进了一些 一些国外的东西的 所以那个是个这个国家还是比较强盛的 但是他有一个这些呢 都是中国呢 有中国是叫中国嘛 中国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以我为中心的意思 中就这个意思 中国 所以有人跟他介绍这个 这个 讲这个代数这些内容 他听完了以后 这什么了不起啊 我们中国早就有了 那我也不知道 康熙皇帝根据什么来由 他反正觉得我是洋洋大国 这东西你们说的我早知道了 但是不错 康熙皇帝还是愿意学 学这些东西的 比如我们安徽省有个叫 美温顶啊 什么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吧 古代的 都是古老的人 他康熙皇帝还问他一些数学的东西 当然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就说明他还是愿意学的 那么 现在 这个 就是数字符号化了以后 就是使得原来 在算术里头做的一些很难的体 做起来觉得非常复杂的体 用这个符号来替代以后 都变得非常之简单了 对不对 这个 最比如说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小学里头 讲那个鸡途同容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学过 我小的时候也学过这个东西 说有一个笼子里头 关了多少只鸡 关了多少只兔子 那么数一数有多少个头 有多少个脚 有多少个鸡 有多少个兔子 小学里头我学过这个 这是个古题 中国古代的一个题 这个题用算术来做非常之难 我那个小学老师是个女的老师 应该是讲得非常好的 但是我现在完全记不得她怎么做这个题 真的完全记不得了 但是一直到后来到了中学里头 到了代数了 就是我不要用这个 那种具体的那种算术里那些小的技巧 我就用XY来表示的话 这实际上是二元一次的连练方式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二元一次连练方式就有很大的普遍性了 你把鸡和兔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也好 你把个鸭和狗关在一个屋子里也好 剥离出来的方程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就是说明代数用符号来 数字符号化以后 它确实是算术的一个真正的进展 是一个更为有利的工具和更简单的方法 你说像基图同龙这样的问题 用算术办法来做容易 还是用代数的方法来做容易 当然是用代数的方法做容易 对不对 所以它是更有利的工具 更简单的方法 对不对 这个就很说明问题了 所以才为什么说数字符号化是算术的一个真正的进展 当然了 因为这个题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原因 就是我那个时候小学里头学这种题的时候 中学的论不明白 论不明白事情太多了 也不好意思问老师 比如说第一个论不明白的话 这个鸡和兔子为什么要关了一个笼子 它们两个好像挨不上了 对不对 你这个鸡和兔子挨上谁谁跟谁啊 这个事情 这关了一起就没个道理 第二个更能不明白的 你数得清有多少个头有多少个脚 而就数不清有多少个兔子有多少个鸡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非常artificial 就是说明非常人为的一种东西 对吧 这是完全捏造出来的一个题 我不相信一个鸡和兔子会挂在一起 没关系 我们两个挂在一起干什么呢 所以我讲这个例子 就是我要来引证Hilbert这句话 就是这个数学的真正的进展 就是我们实际上在从小学念到中学 从算术走向代数 就是按照了Hilbert那句话 就是代数的产生是数学的 是算术的真正的进展 而代数确实是更有类的工具 和更简单的方法 而且就是说代有更大的普遍性 就不管你鸡和兔关在一起 狗和鸭关在一起 都一样 没关系 谁也谁关在一起都行 你爱怎么关就怎么关 反正对数学来讲 这是一样的一回事 那么我想中学的代数里头的主要部分 我们现在回顾想念了那么多书 那么中学的主要的代数学了什么东西 到底是 那我想最关键的是这么几个内容 一个内容是解多元一次的方程组 对吧 就刚才譬如我讲的基图同龙 这就是多元一次的方程组 但是中学里头 讲的多元一次年龄方程组 一般都是二元三元四元都很难了 对吧 因为在中学里头 怎么能解多元一次年龄方程组 用消去法 消元法 消元法 对 就是原来三个元 我消掉以后变成两元 两元再消掉以后 我就把它解出来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主要的内容 对不对 这个中学里花了可能很多精力来做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二元一次的 这个一元二次方程 就是刚才说的 x平方加p x加q等于0 它的方程的根 可以把它写出来聚集 是不是 那我想这可能是中学里的代数 可能是最主要的内容 我还想不 当然可能还有些什么 可能性的有些什么排列组合 什么什么等等 可能都不是主要的东西 那么 我想中学里学这些很悲要 很有的好处 但是呢 你马上就发现 又有一些 这个新的问题 这个数学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尽管从算数到了代数 是已经真正的进展了 但是事物总是也不断发展了 还要进一步的真正的进展 比如我刚才讲了 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多元一次的年龄方程组 中学里最多讲到二元 三元 讲到四元就了不起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一多怎么办呢 这一多就可能同学们讲了 这就是现行代数了 那么这个从这个普通的这个代数 走向到后来你们大学的现在念的所谓叫做现行代数 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几百年的历史的过程 就是它要有几个基本的概念的建立 一个基本概念的就是 啊 信心空间的概念 或者向量空间的概念 一个人 从一个具体的数目字 就有一个X 或者有一个Y 发展到了 我可以建立一个向量的概念 这个 这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 才建立起来 还有一个概念建立起来 现行代数的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现行变化 对吧 现行变化就是矩阵 这个明白吧 因为如果我的现行空间里取了一个基点 基的话 一个base的话 那么我任何一个现行变化 实际上都可以用这个G 来表示它的矩阵 对吧 用矩阵来表示出来 所以现行代数里头 你对于现行变化的研究 实际上就是对于矩阵的研究 但同样这个人们的概念 从一个数目字 一个具体的数目字 变成一个方块 矩阵不得一块吗 这也是同样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但这个漫长的过程的后果 这是Helbert讲到这句话 这才是数学中间真正的进展 那么 譬如说 后来你们现在大家念过 譬如现行代数了以后 那对于什么解 零零方程组 什么都不在话下了 你给我方程行啊 这有一个多少元的 n元的 有n个变数 那怎么办 它的解怎么办 求它矩阵的逆 把它细柱的矩阵 把它写出来 这是个变数是个向量 求它的逆 不就特它的解了吗 这不就完了吗 这一句话就完了 对不对 非常简单 当然具体来求这个逆 又是个很大的学问 本身是个很复杂的事情 说说好说 你这种求给我看看 不要说是 二乘二的还好 三乘三的经已经困难了 到了四乘四的 你就头痛都不得了 对不对 到了五乘五的 大概就没办法 那没关系 好得有计算机现在都不怕了 多少元都行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由于这样一些 信心代数的产生 使得原来代数里头的 那一类的问题 都变得 就是我站在信心代数的 觉得再来认识 中学里的那些代数 那就觉得它是 就是完全就是像Hilbert讲的 我可以 就是这些工具和方法 同时为有助于理解 已有的理论 对不对 我重新回过头来看中学那种 那东西简单的 就这个举证一摆就完了 还把成就的复杂的东西 抛到一边 那些陆里巴说的解的方法 我就都可以不要它了 我就完全规划成为 对于举证的研究 对吧 对于怎么样之类 方程求解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举证的 对于举证的研究 所以这也是一个真正的进展 那么中学里头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 一元二次方程求解的话 就是最早我们九章算术里头 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但他人用文字来叙述的 根本就弄不明白 真正把它写得比较清楚一点 是有个人叫花达紫密 这个人是八世纪的人了 就是他相当于现在写出了 你们中学里现在念的这个公式 就是x平方加px加q等于0 他的根就等于负p除以2 加起来可以跟p除以2的平方减q 但他那个时候不取负根和0 这个话又说来话长了 人们接受负数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怎么负数怎么会负呢 还有个更不好接受的这个0 这个是因为数学史上来讲 这个0的使用是个人类的很大的进步 因为人类就是很长时间 不知道用这个0怎么用法 这是印度人的贡献 这历史上来讲 这我不去说它了 我不是来讲这个数学是可以加一大堆的 那么一元二次方程解决了以后 就要来解一元三次方程 一元三次方程是16世纪解决的 解决了这个是有个故事 就是说做出一元三次方程 求出他的根色解决 把他的根色用他的系数用根色来表达的 这个人叫塔塔利亚 是意大利人 但是那个时候是中世纪 就是什么东西都很神秘 就是我跟现在是恰恰相反 现在稍微做了一点研究工作 我赶快发表 唯恐怕别人抢走了 他那个时候做了这个研究 不发表 我神秘的很 我只传给我的帮派的 我的弟子 我讲给他听听 别人都不能来听的 都这样子的 他保密的 然后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卡尔丹就跟他讲 说我希望你叫给我 怎么解一元三次方程 那行了 你跟我签个合同 你不能跟我讲出去 结果卡尔丹先生是言而无信 不但是讲出去 而就把他写在书里 说是他发明 那也不据说他了 后来一元四次方程 也又有个人叫法拉利解决了 他们解 比如说一元三次方程怎么解 大家可能不知道记得不记得 他的观念的部署 是把x的三次方 后面有一个x的二次方 对不对 然后是一次方 首先是把二次方的系数变成零 用一个线形变化 这是很容易的 把它变成个零 就是二次相的系数变成零 就是三次一次 然后把这个二次方程 一个三次方程 划成两个二次方程来解 这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如此 那么后来解那个一元四次方程 也是同样的办法 就把三次方程那个系数变成零 然后把它划成三个方程来解 把它解了 那好啊 不是很好了吗 一元二次方程也解了 三次方程也解了 四次方程也解了 那么谁都会去做这件事 那五次方程怎么办 谁都要去想解这个五次方程 所谓要解五次方程 就是要求它的根色解 所谓求它的根色解 就是我希望把它的根 用这个方程的系数 经过加减乘除开根成方 来表达它 这叫做根色解 对不对 不是求它的近是解 插不里的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缺切的解 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那么经过了两百多年 没有人能够成功 都不可能把五次方程求解 做出来 那么一直到了1770年 那大数学家就大数学家 就出来大数学家了 第一个是Laglandia Laglandia听说过吧 Laglandia就是 法国有三个L Laglandia Lagall 还有个谁 Laplace 对 这是伟大的 很好 我们科大中就不一样 说出来 三L 三L 他就看出来认为 这是不可能 这个不对的 因为过了半个世纪 到1820年 阿比尔 阿比尔也听说过 对不对 大名鼎鼎的 阿比尔 阿比尔也听说过 对不对 大名鼎鼎的 这个阿比尔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指出了对于一般的五次 和五次方程的解释 根本不可能 但是什么样的方程 可以有根色解 那最后解决 还是嘎鲁瓦 嘎鲁瓦听说过 对不对 那么他证明了方程 根色可解 当且紧当 他的嘎鲁瓦群是可解 可解的 当然我这儿也不去 检测什么叫做 嘎鲁瓦群 什么叫做一个 穷可解的 那我想要强调的是 阿比尔跟嘎鲁瓦的贡献 不仅仅仅是解决了三百多年 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方程 根色求解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 他们建立了 欲和群的概念 就是Field跟Group的这个概念 这个他正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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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次以上方式更是求解的问题 很多的都是用老方法来做做来做去做做不通 后来他们实际上的引进了欲的概念 引进了群的概念 所以他们更大的贡献是在于群和欲的概念的建立 而欲和群的概念的建立标志着近时近代的这个代数的产生 现在同学们如果念书的话 现在念叫什么 抽象代数还是近时代数 近时代数 一刨上来就是 什么叫做个欲啊 欲就是对加发有两个勇算 一个对加发是个阿比尔群 还有一个惩罚 惩罚是阿比尔群 所以满足风陡 这就是欲 对不对 现在我们平时念的色素 就是色素欲 复素就是复素欲 你没意义的概念还讲什么术语 现在根本就不要讲数学 群更不要说了 到处都是群 对不对 这个群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是有一个勇算 一个是封闭的 第二个是有单元 这个associate 还有一个就是有腻 对不对 就是四个条件 这个都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概念 但这些概念的产生 这才是数学中央的进展 使得真割的数学产生了完全崭新的一页 就是说现在近视代数的这个现在同学文件的这课程的内容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而愈合群和发展起来现在代数的理论 可以更深刻的来理解 以往高次代数方程求根是解的问题 你现在有了群的黑念来看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而把以前那些用一些个别的技巧下来解这种方程 那种成就的复杂的方法都丢到了一边了 而现在同学文件的近视代数的内容 什么群环欲 体压什么等等 这个那个时候的根源 应该说是阿比尔跟跟这个卡罗瓦 当然这两个人都很惨 对吧 命运都很惨 听说过他们的命运 是吧 都很惨 阿比尔就活了27岁 这么伟大的一个数学家找不到工作没饭 这个等到他死了以后 然后才有个大学发拼书给他 发拼书给他已经死掉了 发给他也百搭了 最近我们数学界 国际数学界有一件大事 就是建立的阿比尔奖 听说过吗 原来我们数学界有两个大奖 一个是菲尔茨奖 就是邱仁童先生得的 还有就是沃尔夫奖 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 那么大家觉得这两个奖都有的不住的地方 一个就是说菲尔茨奖过了40岁就不能得了 对不对 这个好像有点 比如说安德尔维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他过了40岁就没资格的菲尔茨奖 这话有点不公平吧 你说这菲尔茨奖那种男人可以跟他比 菲尔茨奖是最伟大的 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成就 就因为他超过40岁完了就拉倒 所以就给了他个沃尔夫奖 给他沃尔夫奖 一般是沃尔夫奖是终身成就有奖 因为他纳贝尔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纳贝尔数学奖 大家跟数学有什么过不去 所以造成了这种有些遗憾 但是现在就设立了个阿比尔茨奖 现在发了第一次的奖 第一次奖的奖是杰皮·塞尔 听说过吧 S-E-R-R-E 杰皮·塞尔 这个也是伟大的不得了的数学家 就是近代代数素论和代数技合的创始人 杰皮·塞尔就绝对没有问题 这绝对是顶尖的数学家 现在发了第一次奖 他的阿比尔奖就是这样的弥补 刚才我说的这个毛病 顺便说到阿比尔就说到这儿了 那么说到嘎鲁瓦就更惨了 嘎鲁瓦就活了21岁 对不对 刚才说到阿比尔 现在说到嘎鲁瓦 嘎鲁瓦就活了21岁 最后还跟人家为了女朋友的问题 跟人家斗剑杀死了 就斗死了 这个是更惨了 他给了学校以后开除 什么也不行 而且我还要讲一段历史 讲几句 这个 嘎鲁瓦自己知道 他去跟人家去斗一定要死掉 他斗不过人家 所以他临时以前 就把他的所有的研究工作 都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当然第二天 就给人家斗就斗死了 死了以后 他就把他的文章就寄给了 死的以前 他出了个朋友 死的以前 就寄给了法国科学 我觉得这点历史值得讲一讲 但这个老熊 实在是用气不好 寄去了以后 那法国科学院呢 当初就给那个非常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抠喜 听说过吧 这抠喜把他丢了 这抠喜大概想你搞什么东西 这五名小说 你这你歪功夫 你看可能把他丢掉了 第二次呢 交给审查 审查的人呢 交给福利 福利也听说过吧 福利就说 这个福利还没来的 他就看死掉了 死了以后 他的文章到哪儿去了 下了不明容的事 那第三次呢 就给华宋 华宋听说过吧 华宋去封的呢 华宋 华宋看不懂 看不懂 说他在胡思八道的什么以后呢 把他打了人工 把他扔掉了 那拉西堆里头去了 惨吧 你看三位这么伟大的书学家 抠喜 福利也 帕阿宋 对卡洛瓦的东西 一个是丢掉了 一个是没来得及看就死掉了 一个呢 就根本就认为他胡说八道 就把他扔了 所以呢 一直到后来有一个人 应该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柳宾 柳宾大家听说过吧 柳宾他做了个好人 把他的文章 登在柳宾办那个杂志上面 国际上有两个很著名的杂志 一个就叫柳宾有杂志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克莱利尔杂志 这是两个非常 于人命命的这个杂志 可以说 他把他登出去了 登出去了以后呢 开始人们还看不懂 后来人们慢慢看懂 哦 不得了的 这是好东西 然后才把人们认识了这个 这个嘎罗瓦这个人 我谁要讲这件事情呢 我想 讲历史 是 历史是以历史为 为界 以事为界 以事为界 这个故事讲什么呢 你即使是年纪大一点的人 尤其是自以为了不起的 我是个大数学家 不要对年轻人采取 轻易否定的态度 那年轻人做的东西 不是他做的不对 而是你看不懂 不要摆那个架子 年轻人东西一定不行 这是引以为界的一点 而可惜的这种现象 现在国内还不少 国际上也有 这自己狗屁不通 年轻人做的好东西 看不懂 然后就说人家不行 这个是以事为界 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 假如还是老子 采取这种态度的话 可以莫杀 不知道多少人才 就是 我想以事为界的第二点 对于年轻人来讲 一个人即使受到点坎坷 即使像 嘎罗瓦最后被杀死了 被死掉了 但是好的东西还是好的 还是用这个一句 古代的话 就成语来讲的话 只要是精子 总会发光的 即使当时你活着的时候 没有被人家认识 但是死了 若干了以后 只要你东西真的是好的 总还会被人家成 所以 现在你们都还很年轻 人生道路还很长 将来碰钉子的机会 有的是 这真是这样 也许可以碰得头破血流 但是你只要真正努力 你想想嘎罗瓦 你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因为你至少 你还活着 嘎罗瓦死了以后才知道 对 所以这也是以事为鉴 不要灰心 只要我真正的努力 我相信 在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国内得不到公众的评价 所以国际上总会有一天 会得到公众的评价 关键是你东西真正要好 你不好吹牛逼拿着没办法 谁也没救不了你 还譬如我刚才讲的阿比尔 阿比尔够惨的了 大概是他废弃和死的 看病也没钱 凭病胶包而死 最后你个饭碗都没有 当然我们科大 毕业生 毕业了以后找工作 是大概不至于有太大的困难 阿比尔活到的时候 都没找到工作 万一你毕业了以后 没找到工作 你想想阿比尔 又没什么好生气的 你还没有阿比尔伟大 他都找不到工作 我找不到工作 算什么呢 所以我想 只要自己努力 历史上的这些 我想这些故事都很多很多 但是我想讲数学史的目的 一个是以事为鉴 一个呢 就是古为经用 讲古代的事情 要为现在来用 并不认为阿比尔的时代 跟嘎罗尔的时代 跟现在是不同 是有很大不同 但是历史汪汪是会重演的 汪汪是会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所以我想这也是 怎么说呢 说数字教育 数字教育 一个人的心理数字 是非常非常要紧 即使受到最大的打击 即使对我不公平 但是只要我真正努力 我相信总有一天 功劳自在人心 我想这是很要紧 不要给人家一打起来 我就灰心上帝 我就倒霉了 我就不行了 那正好人家本来要你倒霉 你自己认为不行 不是人家正好吗 所以这也说到话 话外面去了 我已经超学死了 你先稍微再讲几句 我来把这段结束了 那么有了近视代数的内容以后 后来就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最著名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穷环域 起这么大的作用呢 比如由于穷的概念 Flex Klein 这1872年就提出了著名的 Aerlanger Program 听说过吧 Aerlanger纲领 就是说在Klein以前 几何实际上是 那个时候数学是相当主流的东西 因为从欧际里发明了几何以后 谁去做这个几何 那个几何 有摄影几何 投影几何 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 各式各样的几何 但是好像看起来这些几何 相当主流之间都没有关系的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Flex Klein 在1972年提出了 Aerlanger Program 就是Aerlanger纲领 这是写在数学史上的一个纲领 他说什么叫做几何 几何就是在各种 在各种变弯群底下 的一些空间的不变量 统统把它统一起来 像欧际里的几何 他的变幻群就是钢体群 对吧 钢体运动群 在钢体运动群底下的 他的那些不变量的研究 摄影几何就是摄影不变量 把整个的几何统一起来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看法 而这个看法一直影响了几百年 一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 那我要说了 那么Flex Klein 1872年提出这么一个影响 世界上的重大的这么个纲领 当时多大年纪 你们想想看 23岁 我还要来说 不管你现在到不到23岁 不要七蕊 Flex Klein能做到 说不定你也能做到 你说不定将来也能提个什么纲领 对不对 这个 所以这个 英雄出少年 出自少年 像我这种老头 像我这种老头 没希望了 但是年轻人政治前途无量 不可限量 观念是你要走上正确的路 要有好的人来指点你 现在社会环境的情况 这个我以后将来机会还要讲这个 要有大的数学家来指点你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这我以后再讲了 但是很自己的努力 我今天来举 Helbert 38岁做这么个演讲 Flex Klein 23岁 提出那么个纲领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们自己年轻人 拿这些人作为榜样 来要大战红土 我将来也要做这样伟大的数学家 在比如说 欲的概念的发生 那个program的产生 是由于穷的概念的产生 对不对 那么欲的概念的产生 后来马上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所谓讨论了几千年的 这个车规作图的问题 就是我用圆规制车来作图 这个讨论了几千年 讨论来讨论去 也讨论不清楚 那么 比如说最著名的古代 所谓希腊的三大南提 三等红角 什么奥别立方提 化运微方 什么他讨论来讨论来 永远不清楚 但是等到欲的概念的产生 有了欲的概念 这实际上是欲的一个定理里头的一个简单的推论 几句话就完了 这就是所谓真正的进展 你落雷八叔说不清楚的东西 我有了真正的进展 我有了欲的概念 这是欲的 欲论里头的一条定理的一个简单推论 什么问题都加以解决了 所以我想最后 今天我已经超越学识了 对不起 最后来 今天我介绍了一个图来介绍 就是我们回归一下 我们小学中学和现在大学里的课 是不是从多少有可以不可以有这么一张图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小学里学的是算数 后来经过数字符号化了以后 就变成中学里的代数 对不对 中学里的代数 由于现行方程组的解 建立了向南空间 现行变广矩增的概念 就变成发展成为现在我们大学里的现行代数的课程 对不对 那么由于中学里的代数里的高次方程求根次解的问题 就建立了欲和群的概念 就发展成为现在同学们在大学里念的近视代数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我这方框框里这个课是大学的课程 方框框外的课就是中学里的课程 也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部署走到另外一个部署 就是一个方块走到另外一个方块 都是数学里头真正的进展 就是Hibbert讲的 由于这个有类的工具和简单的方法的产生 而产生了新的学科 对不起 今天超学识了 多讲了一刻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